台湾15家特色文創品牌业者 日前远赴日本参加2017东京设计商品展 驻日代表谢长廷也到场支持 主办单位还特地送上来自台北松烟的原创耳机 当作小礼物 顺带推广宝岛文创精品 我以前还淘底嘛 像中四郎的淘底 还有许多郎的 那种比较空灵的 我想这应该不错 谢长廷指出 未来这些商品不只在会场 也会再向秋叶园 日本百货商场等人潮汇聚的场地展示宣传 业者则希望透过参展提升商品知名度 拓展国际外销市场 去年我们有把我们的产品卖到韩国去 然后也有跟一些各国的厂商有接触 接洽 因为我们的特色是用台湾手工的计法 去编织一些台湾特色的环卉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新的创意 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台湾 我们希望可以能够有喜欢我们商品的代理商 能够帮我们在处理日本海外这一部分 谢长廷表示 这些参展的品牌都具有台湾特色 相信一定会受到国外买家关注青睐 也希望大家在体验台湾设计精美的同时 未来也能抽空到包岛游玩